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手插腰 一手指向对方 指责是他人自我和情境 请问他重视的是谁 忽略的是谁 指责是忽略的是他人的感受 心中重视的是情境和自我 第三种Satia的沟通模式 叫做什么模式 超理智 标准动作 小样 别跟我谈这些 我就看看合不合理 叫做超理智 他忽略自己的感受 也不重视对方的感受 他心里只有什么 情境 只有环境 第四种Satia的沟通模式 叫做打岔式 也就是玩事不公 他心里既没有自我 也没有他人 更没有环境 全都是忽略 第五种叫做一致性 什么叫做一致性啊 保持身心的一致 保持言行的一致 这就是一致性 有人问了 丁老师 如果说我自己想说的话 和对方想听的话一致 那我说出来很好 如果我想说的话和对方想听的话 不一致 我说出来很容易得罪人 那我怎么保持一致性 Satia 家庭模式的代表人物之一 没有给到我们答案 因为这五种沟通模式 没有好 也没有坏 没有对 也没有错 只是留意这五种沟通模式里 你经常对上司 对下属 对平级 对长辈 对你的好朋友 老公 老婆 用的是哪一种沟通的模式 用的是指责事 用的是讨好事 还是用的是超理智 还是打岔事 还是保持你的身心一致 问题来了 就是刚才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自己想说的话和对方想听的话 不一致 我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还是说对方想听的话 说哪一个 说对方想听的话 但是不是自己想说的话 那不很虚伪 因为他俩不一致 说什么话 有人说说自己想说的话 那岂不是对方非常不爱听 怎么办 给大家一条建议 那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再说一遍 叫做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真诚加智慧 内方外源 内方的东西是什么 我原则性的东西是不变的 外源是什么 不是圆滑 叫做圆通 圆通去注视 所以说内方外源 真诚加智慧 不能说内方外方 脑袋像葱钢 找个人都给得罪了 也不能内缘外缘兜里就剩钱 到时候日久见人心 一打对方电话 内缘外缘的人 对方都会跟你感觉沟通不舒服 长久以来 对方就会觉得还是离开你好 所以你再打电话 电话里传来声音 对不起 您拨脚的用户正在裸奔 不在服务区 找不着了 过一段时间再打 对不起 您拨脚的用户已经奔出服务区 不再联系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叫做真诚加智慧 让人如沐春风 所以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举例 在一个公司 一个老总开会发言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这么办了 大家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总 一定要记得 不要在大会上最先发言 为什么呀 因为你最先发言定了性以后 下面的员工还敢不敢说真话了 往往他会有所戒备 应该最后说话 但这老总说 我看这件事这么办 大家有什么建议 新来一小伙子 老板 我觉得您这条建议不太好 应该是这么办 他他他他 讲完以后 这个老总看着小伙子 小伙子 新来的大学生 很有思想吗 好 坐下 坐下 过了半个月 小伙子被迫辞职了 为什么 这就是中国人的阴阳思想 那我应该怎么说 有很多圆滑的员工 老板都定了性了 我不说 那你已经不是职业化心态了 你对不起自己的这份工资和责任 那应该怎么办 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怎么说 一个年轻人非常懂得这点 老板 您说的建议非常的好 听到您的建议 我才想到 后边跟老板说的完全不一致 但是请问老板听着是不是更顺耳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 你提的方案再好 也是在谁的启发下 在我的启发下 因为听到我的方案 你才想到 这叫做想在领导的前头 站在领导的身后 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同流才能够交流 交流才能够交易 交易才能够交心 什么叫做一致性啊 保持身心的一致 保持言行的一致 假话全部说 真话不全说 做真诚的成熟人 不做天真的实在人 每分钟都可以出现奇迹 每一个地点都是新的提点 最好的就是现在 过去的事情不后悔 未来的事情不恐惧 因为我们活在当下 再举例 在医院里 一个病人 医生 我第一次做盲肠炎手术 我害怕 如果这时候医生 也是个大实在人 说实话 你害怕 你第一次做这手术 告诉你 我也第一次做这手术 病人不用麻药了 直接就是道乡村的桃苏 连心都苏了 Game over 是不是这样 那应该怎么说 放心 盲肠手术 只是一个小手术 待会给你麻醉了 睡上一小觉 醒来以后 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们医院做过很多 这样成功的案例 放心吧 括号 那些成功案例 不是我做的 就不要说了 是不是这样 这叫做 真诚加智慧 请问刚才医生说的 有假话吗 没有 对方爱听吗 爱听 咱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未婚的男士 经常被女士问一个问题 亲爱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娟儿你说什么问题 我和你妈同时掉河里 你先救哪一个 有人说 怎么问这么变态的问题 叫做BT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里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人妖来自泰国 太监来自宫里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同一种人 所以说 大家要分析 男女是不同的 举例 一个男人 垂头丧气 哎 见到他的朋友 朋友问他 怎么了哥们 怎么这么垂头丧气的 别提了 我看见一个女孩 太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气得招军出赛 西施皱眉 貂蝉找不着北 杨玉环 嚷嚷的减肥 比喻香油盛 比花雨更真 柳眉横远秀 谈口 笑英纯 于是 一见他 我晕头转向 再见他 我确定方向 于是我觉得 他是小偷 偷走了我的心 我就做警察 开追 我以为我是流响 结果我第一个牢 我就绊倒了 我投降了 他的哥们安慰他 没关系 哥们 再接再厉 是啊 我对这个女孩说 你在时 你是一切 你不在时 一切是你 白天 有你的时候就有梦 晚上有梦的时候 就有你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而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你是疯儿 我是沙 你喝哈密 我是瓜 你是皮皮 我是瞎 你不理我 我自杀 你要披上婚纱 如果新郎不是我 我就披上袈裟 那女的翻着眼睛 看了看他 哼 我继续再接再厉 说 你在我心中 春天看着像花 秋天看着像果 夏天摸着像冰 冬天摸着像火 你就是我冬天的棉袄 夏天的雪糕 饥饿时的汉堡 朋友安慰他 没关系 哥们 女孩说是的时候 往往是不 女孩说不的时候 往往是是 女孩都是这样的 可我问他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他说的是 呸 哦 那就没戏了 没关系 我觉得难以自拔的 除了牙齿 还有爱情 我就不放弃 我对他说 你不喜欢我哪一点 我改 女孩狠狠地说 你喜欢我哪一点 我改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我喜欢你两点 哪两点 就是离我远一点 再离我远一点 我真的处处不行吗 你就两处不行 哪两处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作为失败的典型 我真是太成功了 别人的爱情都是TMD 叫做甜蜜的 我的爱情也是TMD 那叫做TMD 后来我还是不放弃 我对那个女孩说 一般女孩都喜欢长得坏坏的男人 你觉得我不是那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 女孩悠悠地说 是啊 我们女孩都喜欢长得坏坏的男人 但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 你不知道他们送你一首诗吗 什么诗啊 叫做短眉小眼外鼻帘 满嘴小眼尖冲外 从小长得就缺钙 人称外号 胎里坏 没治了 不幸的婚姻也是这样 一对夫妇吵架 妻子说 哎 婚前我说话是一言九鼎 现在我说话也是一言九鼎 我说一句 你顶我九句 我当初拒绝了那么多的人 我偏偏选择了你 丈夫也说 是啊 你当初拒绝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没有拒绝我呢 妻子狠狠地说 好啊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呀 我送你一个字 什么字 你就是鸽子接吻 简称鸽吻 一个字 滚 那你就是铁匠铺打铁的料 这怎么讲 你是挨打的货 两个人又吵起来了 亲爱的朋友们 很多人是和对方的优点谈恋爱 却和对方的缺点生活在一起 是不是这样 所以因为误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手 婚前呢 爱的死去活来 婚后呢 打的死去活来 所以婚前选择大于努力 婚后努力大于选择 男女是完全不同的同一种人 如果男人用一个关键词代表的话 核心词是什么 六个字 叫做社会价值认同 比如说男人为什么更中事业 因为我要社会价值认同 为什么男人更喜欢漂亮的女孩子 因为比较有面子 社会价值认同 为什么男人结了婚以后 妻子打电话 赶快回家 男人身边有很多的哥们在一起 她觉得很没面子 我怎么了 我跟朋友在一块不行吗 因为社会价值认同 女士如果只挑一个核心词 就不是社会价值认同了 最看重什么 三个字 安全感 你爱我吗 爱 爱我吗 爱 爱我吗 爱 怎么老问 很简单 她在寻求什么 寻求安全感 再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 我和你妈同时掉核里 你先救哪一个 这个问题 请问女孩在问什么 她在问 我在你心目中重要 不重要 她在寻求什么感 安全感 这才是问题所在 而不是说真的我要问 是你先救谁 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济南的问题 大家可以数一数济南 亲爱的 我和你妈同时掉核里 你先救哪一个 亲爱的 你和我妈同时掉核里 我先救我妈 她养我不容易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救我 可见我在你心目中 不重要 我嫁给你 怎能放心 亲爱的 那我先救你 你跟你妈的年少更多 连你妈都不顾 这么不孝顺的人 我嫁给你 怎能放心 那我谁也不救 本来能够救活一个人 你谁也不救 你这么没脑子人 嫁给你 我怎能放心 那跟随我也跳核里 本来就死一个 或者死俩 你跳进去 三人都死了 这时候还三人行 就你这脑子 嫁给你 我怎能放心 那我问问你 到底如果是你的话 你先救谁 本来我觉得你天有智慧 你是我的一号 我问你吗 你倒反问我 让我解决 嫁给你 我怎能放心 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说过 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第一种回答 这都是我总结的 亲爱的 我和你妈同时掉核里 你先救哪一个 我先救未来的妈妈 这叫做一语双关 未来的妈妈是谁 你嫁给我 我们有了小孩 请问你 是不是未来的妈妈 是 你嫁给我 我的妈妈 也就是你的婆婆 是不是你未来的妈妈 这叫做一语双关 第二种回答 我和你妈同时掉核里 你先救哪一个 亲爱的 我妈会游泳 我和我妈同时跳核里 去救你 嫁给我 你就放心吧 第三种回答 亲爱的 我妈不会游泳 明天我就让他学游泳去 为了把你取到门里 嫁给我 你就放心吧 因为我们家里做了最充足的准备 第四种回答 我先救离我最近的人 第五种回答 第五种回答 是我发明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 回答的答案 亲爱的 我和你妈同时掉核里 你先救哪一个 深情的看着她 亲爱的 有我在你旁边保护你 难道还能让你跳核里吗 然后不理她 抱着她 直接吻她 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同流才能够交流 交流才能够交易 交易才能够交心 什么叫做一致性啊 保持身心的一致 保持言行的一致 假话全部说 真话不全说 做真诚的成熟人 不做天真的实在人 每分钟都可以出现奇迹 每一个地点都是新的起点 最好的就是现在 过去的事情不后悔 未来的事情不恐惧 因为我们活在当下 再举例 比如说一位女士 她的一位女伴问她 姐们你看我这个包漂亮吗 你看这个包 哎呀 怎么那么难看 你怎么说 如何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有人说 真好看 你虚伪不虚伪 如果一个小谎你撒的话 你需要不断的撒谎去圆 最后你的人生就成了说谎的人生 是不是这样 成了性格的一部分 有人说 包太难看了 你容易得罪人 最后就剩你一人了 孤家寡人 因为全得罪光了 怎么办 给大家也提供几条答案 哎 姐们你看我这个包漂亮吗 第一种回答方式 哦 姐们你这个包哪买的 这叫做转移话题 第二种回答方式 哎 我这个包漂亮吗 哦 你这个包 哎 我觉得你眼光相当独特 哎 第三种方式 我这个包漂亮吗 嗯 你这个包蛋非常的漂亮 这叫做部分认同 亲爱的朋友们 所以说自己想说的话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 见人呢 说人话 见鬼呢 这是你们说的啊 我可没说啊 不过你跟人说鬼话 人也不太明白 你跟鬼说人话 鬼也不太懂 所以说同流才能够怎么样 这是你们说的哈 同流才能够交流 交流才能够交易 交易才能够交心 是不是这样 所以到什么山 唱什么歌 说自己符合身份的话 举例 你什么时候看见国家领导人 接见奥巴马 我塞小马哥 你这个头型太酷了 我塞 清顿 狮子头 哦耶 酷毙了 我塞 耶 不太可能 是不是 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所以见着秀才 说书 见着屠夫呢 说猪 是不是这样 各年龄段 都有他们的特点 请问 跟老年人谈什么 有人说谈养生 没准老年人叫做业绩不突出 正绩不突出 腰间盘突出 大会不发言 小会不发言 前列线发言 时刻走在时代的前列线上 健康有问题 所以健康不是好话题 跟老年人谈什么 对 太棒了 掌声送给这位朋友 谈什么 谈过去 因为每个老年人都有着自己辉煌的 可回忆的过去 跟中年男人谈什么 时事 看这个中年男人成功不成功 如果他事业非常的成功 跟他谈您这颗事业如何取得成功的 就可以了 如果这人事业不成功的中年男人是谈什么 哎呀老王 你看咱们平平淡淡才是真呀 你看咱们原来一同学现在开法拉利了 三奶和四奶打起来了 他们是唯唯逗奶 咱们是欢乐开怀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缘分呀缘分老同学干 是不是这样 跟中年妇女谈什么 谈家庭 谈子女 因为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跟小伙子谈什么 谈什么 有人说谈钱 谈理想 因为每一个年轻人都有着无法预示的将来 这是一个名人说的 虽然这人叫做希特勒 但是这句话说的还是比较对的 跟年轻的姑娘谈什么 谈时尚 谈美容 跟初中生 小朋友谈什么 谈动画片 上次我一问 有人说 老师谈学习 没准谈学习 就是孙悟空戴的紧箍咒 脑子都大了 所以不是好话题 跟初中生谈什么 谈一个他保证对你感兴趣 很好的能够沟通 谈什么 谈偶像 括号不是呕吐的对象 千万不要贬低他的偶像 比如这个中学生 你偶像是谁 我偶像周杰伦 周杰伦 不就是唱双截棍的 我都会唱 我跟你说说 双截棍 一个是东北话 干喊你干喊你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干喊你干喊你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干喊你干喊你快使用双截棍 那咋地 小孩看着他 他那个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北京话 我也会说 北京话怎么说 怎么查怎么查 快使用双截棍 麻烈的 怎么查怎么查 麻烈的使用双截棍 怎么查怎么查 小孩麻烈的使用双截棍 麻烈的 我告诉你 上海话我也会说 上海话怎么说 弄使用双截棍 好不拉 弄使用双截棍 好不拉 弄使用双截棍 好不拉 还有山东话我也会说 小孩都快哭了 山东话怎么说 山东话 赶紧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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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爽截棍 赶紧咧 赶紧咧 这爽截 赶紧咧 赶紧咧 这爽截 告诉你 河南话我也会说 小孩 瞪着你 河南话怎么说 河南话 是这么说的 弄下来 弄下来 快拿起扫花棍 弄下来 弄下来 快拿起扫花棍 弄下来 弄下来 快拿起扫花棍 一挂挂 小孩这时候对你 就是几款经典的游戏 什么游戏 就是水果忍者 找砍 俄罗斯方块 找销 然后是超级马力 找顶 还有一个公主赛 找壮 是不是 因为你诋毁他的偶像了 你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 李玉春 我知道李玉春 看了他以后 我才知道计划生育好 生男生女都一样 讨厌 今后再也不理你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跟初中生谈偶像 千万不要诋毁他的偶像 跟幼儿园的小朋友谈什么 谈什么 有一次我去别人家里 朋友家里 然后我看见一个小朋友 我说 小朋友 过来过来 叔叔问你一个问题 这小朋友又给我那首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干嘛 翻白眼 又出我翻白眼 我旁边的朋友就鼓动我 这你还国际培训师呢 连小孩都搞不定 我开始撸疙瘩子 我开始撸疙瘩板 挽袖子 为什么呀 要搞定他 先蹲下身子 为什么呀 肩板齐为弟兄 我说小朋友 请问你在幼儿园 学了什么本事没有啊 小孩一听这句话 我一眼蓝一眼黄 不是变波斯猫了 感兴趣 叔叔我学了本事了 学了一首 而哥 哦学的什么 给叔叔念念唱唱 小白兔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 耶 后来我们的关系 特别的融洽 亲爱的朋友们 因为相同我们连接 因为不同我们成长 和自己价值观相同的人 相处的很好 那只是本能 和自己价值观 不同的人相处的很好 那才叫本事 我很欣赏温家宝总理 2009年 接受英国的一个主编的采访 当时说过一句话 太有水平了 温总理怎么说 他说 嗯 我告诉你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话 但是我不一定把所有的真话 都告诉你 所以假话全部说 真话不全说 做真诚的成熟人 不做天真的实在人 我有一个前辈 李彦杰先生 培训界的前辈 他说他见过邓小平以后 分享了几句话 哪几句话呢 就是没见过高山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平地 没见过大海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小溪 没见过顶尖的伟人 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渺小 所以思路决定出路 脑袋决定口袋 格局决定结局 眼界决定世界 标准决定水准 价值决定价格 企图决定版图 态度决定高度 每分钟都可以出现奇迹 每一个地点都是新的起点 最好的就是现在 过去的事情不后悔 未来的事情不恐惧 因为我们活在当下 本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